第1期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日期 把这个日期有看到吗 华鼠右界 我要重新我要取代 因为这个第二季要改成0401 如果第一季要改成什么 0101 如果是第三季要改成0701 第四季要改成1001 听得懂吗 我就取该季的第一天 因为你只能放日期 没有什么2011第二季 2011第二季不是日期 电脑不知道它是日期 可以吗 好 请问你那个季 季的函数是什么 没有 就是这个原因 季是没有函数的 可以吗 请问你有没有日的函数 十分秒的函数有吗 就是没有季的函数 所以你要自己写 你们以上一定有写过了 可是现在重点是因为没有季的函数 好 继续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滑鼠右键 点这个日期 我要把它第一季改成0101 所以 用取代值 滑鼠右键 点日期 一 二 二 取代值 二 请点选取代值 两个动作 好 第三 请把要寻找的值改成第一季 取代值 取代为0101 然后确定 来 滑鼠右键 重复的动作 再做一次 所以 一 滑鼠右键 点选日期 二 取代值 要寻找第三件事 要寻找的值 第二季 取代为0401 确定 滑鼠右键 再做 因为只有四季 所以我就清门这样做 我就不用真的写函数的方式来解了 好 然后 一样的做法 再做第三季 一样的做法 我们做第四季 第三季是0701 第四季是 第四季是 1001 1001 第二季大事 ıyorlar 8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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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4 6 6 5 你记住 所有右边曾经被你记录下来的步骤 他到时候会整个重复可以被我们使用 好那我们继续咯 我们还没有做完只差最后一步了 可是很奇怪 就是有很多同学 他会漏了这一步 现在是不是文字 对不对 你一定要把日期的 ABC这个文字类型改成什么 日期 来请把这个ABC 点 点成这个日期 就是很奇怪 有很多同学这件事情会漏了做 所以我才刻意刚刚停了一下 都做了 请帮隔壁邻居都检查一下 因为日期 他就是日期 他不是文字 好了 数据清理我们讲完了 暂时讲完了 麻烦请点 现在我们要离开Power Query 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个Power Query 你要不要再看一下 你看刚刚刚刚刚刚日期类型 还记得吗 就是很单纯 你要是数字 这个这个绿色的字就是改成Number 文字就是Text 日期日期就是Date 对吧 其实写韩式也没有很困难吧 可是记得以后要自己手动会去修改 好 修改参数 修改参数就 你记得你改的绝对不是红色 也不是蓝色也不是这些黑色 你改的最多就是绿色 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参数 参数的调整 好了 来麻烦请点常用 常用好了吗 然后请点选关闭并套用 对 关闭Power Query编辑器 套用给谁 套用给那个Power BI 好 这个数据清理真的很多人都不做 可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做完数据清理 根本就不能做数据分析 而且你本来有一笔错误的 现在没有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因为原本那个错误是来自于 一是编号代码 它是数字 可是刚好有一家一是机构 它的代码里面有A 它就变成了 代码是A罗 例如说123A 请问它是不是数字 它不是数字 所以它就把它视为是A罗 我叫你